时代作为东京三大主要复读心之一 区别于心素、色谷 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中国人和中国餐馆非常多 在这里有的时候去逛街 耳边经常传来中国话 在这里寻找中国料理店的诀窍之一 并不是一味地跟随着地图软件 而是抬头在众多招牌看板之中寻找 在如今洋溢着中国风的繁华街道之下 隐藏着的是几代华侨在异乡 互相协助共同奋斗的故事 在众多经营企业的中国人之中 女性也不在少数 凌川阳子开的餐厅 和本地化的中华料理店不同 做地道中国菜 要靠口碑来最终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利用日本常见的海鱼 来做地道中国海鲜料理 也是凌川阳子的创新 其中最受中日顾客欢迎的是招牌菜 烤鱼 利用日本海鲜市场的鱼 做的中式川味烤鱼 大铁的做法跟在中国一样 就是先将活鱼 载砂切好腌制一下 然后刷油后放入烤箱烤熟 另一方面则是用大葱 大蒜 豆瓣酱等炒香 加清水烧开后 再放入已经外皮焦黄的烤鱼 各种辅料 煮一下入味 最后把汤浇到烤好的鱼里 按照个人口味的大同小异 可以另配上牛蛙 鸡尾虾等辅料 最后把炸香的花椒 香菜等撒上点缀 就可以开吃了 每一块鱼肉从酱汁里捞出来 散发麻辣鲜香 有人至极 我呢是在日创业华人 林川阳子 我来日本已经23年了 大约15年前呢 在这个东京的池袋 设立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筹划的时候 也考察了许多的这个在日餐厅 总觉得都太认识化了 于是就想着开一家 纯粹的中华料理 可以让在日华人 吃到地道的家乡味道 包括好多的日本人 也是因为在我们这里 能够吃到地道的这个中国料理 特地的到我们这里来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 餐厅拥有的中日客人的比例呢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 在池袋 像林川阳子这样的创业者有很多 他们不在乎日本人的口味 老板自己觉得什么东西好吃 就提供什么 这才是池袋的魅力 在迎接更多的在日华人的同时 也能以博大精神的中华饮食文化 吸引更多的日本顾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